颱風一個接一個花架也跟著連番掌 怎樣才能避開商人大賺浪漫財的時段呢 就有花店老闆說市售的無色汽水 稀釋之後竟然也能延長花期 再過幾天就是情人節了 不過現在卻多了個電燈泡填平颱風 由於花架因為上次的風災還沒回溫 如今颱風又要來了 玫瑰花的買氣似乎不如以往 一兩成 前接下來的訂單 一般都是比以往的單大概都遞檢一半 玫瑰菲花房你好 遇上特殊節日花店總有接不完的電話 如果要避開漲價時段提早買花也有小配方 一般差平只能活3到5天的鮮花 加上稀釋後的汽水竟然也能延長花的壽命 因為汽水含有糖分 它可以提供開花所需要的養分 汽水是酸性 細菌在酸性的環境下不易生長 可以延長切花的壽命 專家也提醒不是每一種汽水都行 要五色的白汽水才不會影響花的品質 情人節送花好浪漫花小錢買汽水 精打氣算也能過一個浪漫的情人節 有段TV陳田園 周圓柔 體北報導